死侍结婚了 那是一场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婚礼 在死侍V3漫画第27话的封面上 作者足足绘画了236个参加婚礼的人 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分身人和大量不同角色的变体 所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评委在严格的清算后 将画面里的角色最终确定为224个人 而这一场所谓的世纪婚礼其实是名不副实 因为那是封面罢了 真正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 而死侍和夏克拉的爱情看似甜蜜无间 但这段感情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那么我们今日另辟蹊径 来讲述一下死侍的离婚 拿好甜冰茶嫡妻献饼夫妻废片喜糖红豆饭蜜枣花生贵人芝麻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死侍的婚礼故事 故事还要从博物馆的一场战斗说起 死侍当时和朋友在博物馆当中执行任务 一伙持枪罪犯正在抢劫博物馆内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死侍突然告诉同事自己要和夏克拉结婚了 但是此时的他们还在执行任务 所以话说一半就得继续站起来设计 设计完了后他们继续蹲下来聊天 原来夏克拉是准备和德古拉结婚的 结果有一天夏克拉遇到了死侍便相爱了 很快任务结束 博物馆内的罪犯禁术被击败 完成任务的死侍和同事抓住没被打死的罪犯走出大门 同事很好奇什么时候可以见一见死侍的准新娘 死侍表示刚好自己让夏克拉来接自己下班 而且自己还会搬到夏克拉的地下宫殿去 话音未落 一辆豪华家长林肯停在死侍的面前 死侍的未婚妻夏克拉就坐在车里面 夏克拉是个有钱富婆 这点毋庸置疑 就在这时候一辆面包车突然急杀停下 从上面冲下来一个罪犯拿起火箭筒射向死侍 结果死侍躲开了没死 但是家长林肯报废了 死侍的同事件状立即跪地大喊 哦天呐 死侍夫人就这么惨死了 结果下一秒一头巨大的恶魔从火海中探出身子 并大声质问是谁敢袭击地下女王夏克拉 死侍笑着表示没错 自己的未婚妻是恶魔 刚才还跪着的同事看见恶魔夏克拉 立即把手中的罪犯推出去 下一秒夏克拉瞬间把这名罪犯拦腰扯断 并且把旁边发射火箭弹的罪犯也一顿猛砸 紧接着夏克拉发泄完后 回头和死侍的同事们打招呼 并且变换成人类更容易接受的人形态 气质超凡 身材傲人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毫无疑问死侍这孩子真的是剪刀宝 紧接着夏克拉随地召唤出通往地下世界的电梯 然后邀请死侍的同事们一起参观她的地下世界 夏克拉是地下世界管理众多怪物恶魔的女王 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直接都傻眼了 夏克拉还十分有礼貌地邀请死侍的同事来参加婚礼 死侍趁机想要偷偷拍一下夏克拉的翘腿 结果夏克拉立即一个扫堂腿把死侍给扫倒 然后死侍十分甜蜜地和夏克拉告别 因为夏克拉要先一步去准备婚礼的东西 男同事很好奇死侍和夏克拉刚才在干什么 死侍表示这是自己和夏克拉的甜蜜小游戏 紧接着死侍带同事们回到地表世界 但是男同事很好奇会是谁来主持婚礼 死侍顿时想到自己原来还没有找到主持婚礼的人 于是脑洞大开的死侍第一个选择去找奇异博士 很显然奇异博士拒绝了 他是法师不是牧师 之后死侍去找到自己的偶像美国队长 但是死侍身为九头蛇队长的他也拒绝了 随后死侍找到自己那相爱相杀的金刚狼罗根 但是很显然罗根直接就拒绝了 于是死侍就在惆怅到底该找谁来帮忙主持婚礼呢 突然夜行者将自己传送到死侍的身边 他十分愿意并主动申请成为死侍的婚礼主持人 几天后到了死侍举行婚礼的日子 死侍邀请了电索美队金刚狼奇异博士等好友参加 死侍因为不会打领带而打算直接不带了 还是夜行者上去十分耐心地帮死侍打领带 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 新郎和伴郎亲友们去找新娘会合 毫无疑问这些人可能是史上最帅的伴郎团成员 今天没有发生灾难和爆炸和死人也不用执行任务 除了今天早上当杀死的那个犯罪分子之外 今天对于死侍来说是完美的一天 其实死侍还发了邀请函给盲眼艾尔 死侍专门写了盲文 只不过盲文好像写错了 盲眼艾尔意外去到了几英里外的教堂参加葬礼 一会后死侍和伴郎团亲友们来到中央公园 然后他看见了今日最美的女人 他的新娘 夏克拉一袭红色低胸膏开插长裙 身材傲人风情万千 真羡慕死侍 在他的身后是各路英雄鬼怪以及观察者挖土 今日夏克拉和死侍将在夜行者的主持下节为夫妻 结果夜行者话还没说完 乌云立即遮盖住了太阳 甚至开始稀稀拉拉地下起了雨 亲友们都感到有些难过 难道上帝不允许死侍和夏克拉度过这美好的一天 下一秒无云瞬间散去 太阳再度照射下来 死侍知道是一位朋友在帮助自己 没错这位朋友正是雷神索尔 他祝愿夏克拉与死侍能够获得幸福 于是婚礼继续 夜行者按照流程说着话 死侍已经忘记夏克拉当时说的是什么了 他甚至也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感人的话 只知道当时有人哭泣有人开心 紧接着夏克拉挽着死侍的腰亲吻他 他们在朋友的祝福与目光中完美结束婚礼仪式 同事其实很好奇死侍和夏克拉的婚姻能持续多久 之后剩下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死侍已经完全记不清了 他只知道那将会是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回忆 来参加婚礼的人除了X战警之外 还有复仇者联盟成员 以及神奇四侠和各路英雄鬼怪 对于死侍来说今晚唯一的遗憾是蜘蛛侠没来参加婚礼 但是没关系 因为他将会全程参加死侍的离婚 同时死侍发现刀锋战士居然也在婚礼现场 死侍其实也很好奇刀锋战士没有被邀请居然也来了 夏克拉表示是自己邀请刀锋战士的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起码就此时此刻而言 死侍在今天今晚获得了这辈子最完美的爱与幸福 这时死侍这辈子都不敢奢求的幸福 他爱夏克拉 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作者也留下一句童话故事最爱用的话来结尾 之后他们都将一直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很显然死侍是一个神经兮兮的浪子 他有过多到数不清的一夜情与友或者绯闻妻子 但是要说真正深入死侍灵魂深处爱着的 其实应该是蜘蛛侠彼得帕克 而夏克拉也因为这一件事和死事吵过架 并且死事后面被调查出他其实有一个女儿 这件事就更加让夏克拉感到不满了 因此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练习也变得越来越大 几年后的某一天 一只地下怪物突然出现在纽约地铁通道 他大喊这里是自己的家 并开始袭击人类 但是这里路人反而十分大胆地掏出手枪 然后这个怪物遭到路人们的连续射击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路人拿出手枪 怪物倒在地上不断说着 带我回家 而路人更是嚣张到对他拳打脚踢 最终怪物只好报警自己躺倒在地上苦苦挣扎 而这个怪物叫做法库斯 是夏克拉的人 因为一时的疏忽导致法库斯离开了地下王国 等夏克拉赶过来找到法库斯的时候一切都迟了 法库斯已经彻底被地铁站的人杀死 他们甚至在拍照发到网上准备炫耀一份 夏克拉看到这一幕后彻底暴露 他立即变回本体的恶魔形态冲入人群当中 大喊着人类如果要开战 那他愿意奉陪到底 就在这时候刚忙完任务的死士缓缓走入地铁站 结果刚进来就看见夏克拉在攻击地铁站的人 死士大喊让夏克拉冷静点 夏克拉给死士面子 变回人形态 死士站在中间让夏克拉不要继续杀人了 夏克拉大喊法库斯被这些人类杀死 他自古以来一直住在这块区域 但是如今法库斯被这群人类杀死 而他最后的遗言是想要回家 死士赶紧安抚夏克拉 并东扯西扯说着一些含糊其词的话 而夏克拉听出来了 死士是在为这些人类说话 于是死士表示也许走司法程序会更有用一点 夏克拉也是决定给死士一个面子 他决定把这件事告上法庭 看看人类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但结果却是让夏克拉感到十分失望 因为纽约从未有过不能杀害非人类生物的法律 所以杀害法库斯的人全都当庭无罪释放 而这个结果自然也让夏克拉看到了人类那虚伪的真理 法官表示夏克拉感到不满是可以申请民事赔偿的 但是夏克拉露出邪恶的笑容转身离去 他不需要任何赔偿和人类的证明 因为他会执行自己的证明 死士还问夏克拉要不要让法师复活法库斯 但是这件事的性质在夏克拉的眼里已经彻底了 紧接着夏克拉带着死士回到地下王国 他表示自己必须要让人类付出代价 紧接着夏克拉用力亲吻死士 并希望死士能够帮他一个小猫 随后夏克拉带着死士进入到一个房间内 原来夏克拉已经有了一个攻占纽约式的计划 他要占领纽约建立一个属于他的怪物王国 所以为了避免死士出来捣乱 他需要把死士关在这里并被切成块封印起来 死士健壮立即拔出刀准备反抗 并问了一句这些女王卫兵有没有和夏克拉乱搞 卫兵们听到这个问题瞬间愣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死士顿时怒火中烧 不回答那就是有了 于是他十分愤怒地冲出去和这些女王卫兵大战一场 女王卫兵大喊自己只是听令做事而已 但戴了大绿帽的死士可不管他们的便捷 在大战一场后他也没有选择继续退 而是直接用炸弹将墙壁炸开一个大堆 他必须逃离这里 然后去阻止夏克拉征服纽约 死士逃出来发现这里居然是地铁隧头 而且正有一辆地铁正朝着他急速使用 等女王卫兵冲出来的时候发现死士正躺在铁轨上 下一秒地铁瞬间把女王卫兵撞飞出去 而死士则是因为躺在轨道上才躲过一劫 等地铁彻底离开后另一名女王卫兵也冲了出来 死士剑撞立即发射勾枪拉住地铁窗户 然后死士借助地铁成功逃离女王卫兵的追杀 死士知道自己必须要阻止夏克拉征服纽约 所以他选择发消息给好友来寻求帮助 死士第一个发给的是九头蛇队长 但是很可惜九头蛇队长压根就没打算帮忙 他也在忙着找机会统治美国呢 多米诺和赏金兵团成员也毅然决然拒绝了帮忙 还有蜘蛛侠看到这一个消息失愣了一下 因为这是个从未见过的陌生号码 卢克凯奇和铁拳看到消息后选择直接捏爆手机 还有凶兆先生对于死士的求助信息更是感到满头雾水 另一边仅剩一名女王卫兵还存活并回来报告消息 夏克拉表示无所谓了 他会处理死士的 紧接着夏克拉从宝箱中拿出他珍藏许久的法器 这个法杖蕴含着古老且失传的魔法 他迫不及待立即使用它 下一秒夏克拉的巨大身影出现在纽约市中 他对所有人类大喊道 我是夏克拉 地下世界的女王 我曾看着你们这个不公的世界懒得去插手 我曾想和你们这些人类和平相处 但是你们却只会对我的子民带来伤害与死亡 所以这一切都该到此为止了 夏克拉大声号召着自己地下王国的所有怪物 也召唤着那些不属于他的王国的那些怪兽 号召世界各地的怪物听从他的召唤来到纽约 他宣布纽约将成为他新的怪物王国 人类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纽约 不然他就对人类发起战争 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们都听到了夏克拉的召唤 他们都在纠结要不要听从召唤前往纽约 这显然是一场胜率不是很大的战争 毕竟纽约可是有着全地球最多的超级英雄 但是伴人马郎人马库斯还是决定听从召唤 他要为夏克拉女王战斗到死 在纽约市中心 刀锋战士正在和半额人战斗 这种造型独特的怪物是刀锋战士很少遇到过 这一次怪物大暴走倒是让他一次性全都遇上 突然密集的子弹击杀这些半额人 帮助刀锋战士的人正式换了身衣服的死士 刀锋战士询问死士是不是夏克拉发动的怪物大暴走 死士没有明确回答 但也算是承认了 刀锋战士听到后表示必须得有人阻止夏克拉 所以刀锋战士打算召唤范海星家族的后人来帮忙 死士询问范海星家的人有追踪怪物的设备吗 刀锋战士表示有可能有 死士需要吗 死士表示需要 并迫不及待地想找到范海星家族的后人 让我们的视角放到帕克工业 此时的我们的帕克工业总裁正在裁员 而被裁员的人正好是范海星家族的女孩 因为范海星女孩每周矿工两天时间 这让彼得不得不怀疑她其实是很忙的超级英雄 女孩表示自己的确在扮演超级英雄 只不过是在一场MMORPG游戏里 彼得好奇地询问女孩是在游戏里扮演蜘蛛侠吗 女孩开心地表示是比蜘蛛侠还酷得死士 彼得听到后立即摆出不开心的表情 最近他和死士发生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彼得决定还是吵女孩的犹豫 就在这时候彼得终于看到了外面的怪物霸爆头 在夏克拉的魔杖召唤作用下 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怪物都冲进了纽约 他们怒砸着眼前一切的东西 彼得立即准备换上蜘蛛装下去救人 同时彼得还启动了帕克工业研发的安保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的名称叫做帕克兄弟 安娜兰地吐槽彼得的启运能力 允许人类这样进行逃避 于是他们召唤出蜘蛛怪钻进机器人的身躯将它们摧毁 彼得看见帕克兄弟机器人被摧毁后知道大事不妙 就在他即将要从窗户爬出去的时候 他的手腕上接到了来自死士的消息通知 彼得立即询问死士现在打电话来是想要干什么 死士表示他现在正在前往帕克工业的路上 因为他需要有人在帕克工业提防一个家伙 彼得不打算听完死士说那些奇怪的话 于是他直接挂断死士的电话 结果电话刚挂 就看见夏克拉居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很显然死士就是想让彼得提防夏克拉 此时的死士看到小蜘蛛挂了自己电话也不难过 认为一定是没了信号导致的 不过没关系 他很快就要去到帕克工业了 结果话音未落三名怪物法师突然出现 瞬间将死士封印在一块水泥板里面 这时候又是一个怪物走出来 他向怪物法师索要被封印了死士 眼前这个源头源脑的怪物是午夜狼人修医 他和死士有一场私人恩怨需要解决 此时蜘蛛侠询问夏克拉怎么有空过来 难道是来帮忙阻止怪物入侵的事情吗 夏克拉表示自己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他想要去帕克工业的武器库看一下 彼得因为知道夏克拉是死士的妻子 所以居然一点也没有提防他 他带着夏克拉去到帕克工业的研发部门 彼得表示自己的蜘蛛感应一直在疯狂发作 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的蜘蛛感应在歧视夏克拉式模组 所以彼得决定忍住蜘蛛感应那剧烈的提醒 这时候夏克拉发现一个十分酷炫的新设备 就在他拿起新设备的时候 泛海新女孩突然出现 他夺走夏克拉手中的设备 原来这是他还没研发完成的发明 虽然泛海新女孩此时已经被炒鱿鱼了 但他还要回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夏克拉询问泛海新女孩的那个设备有啥作用 泛海新女孩表示这个东西叫做睡魔 能够让人陷入沉睡当中 夏克拉拿着睡魔设备十分欣赏地抚摸着 泛海新女孩表示这玩意能覆盖一个屋子的范围 泛海新女孩悄悄对夏克拉说道 自己其实特别想把这个设备带走 但是蜘蛛侠在这他不好意思当面了 话音未落 夏克拉用把杖突然袭击蜘蛛侠 可怜的蜘蛛侠在蜘蛛感应都快爆炸的情况下 仍旧没有设防 现在蜘蛛侠倒下了 夏克拉询问泛海新女孩 问他能不能把睡魔设备的范围继续扩大 最好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纽约市 与此同时死士从昏睡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不仅被绑着 还被绑在怪物聚餐的一个餐厅里面 死士曾打爆过午夜狼人休衣的脑袋 但是他没死 还痊愈了 很显然俩人之间的恩怨正在不断扩大 狼人休衣表示需要死士帮自己一个忙 那便是让死士乖乖等着被他杀死 死士自然不会就这样等死 他突然从刚部掏出一把藏起来的小手枪 并且十分精准地再一次打爆狼人休衣的脑袋 甚至还掏出一把小刀割开绳子成功逃脱 整个餐厅里的怪物发现后都在追杀逃跑的死士 但是很快死士就凭借风骚走位冲到了大街上 怪物们不断释放五颜六色的魔法能量 但是死士通过翻墙跑酷躲过一劫 就在这时候一只巨大的鹰从死士头顶飞过 并且发射一坨五股轮回之物精准命中死士肩膀 死士气不打一处来 但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不知道死士通过什么方式抓住了巨鹰 并且驾驶着这只巨鹰快速朝着帕克工业前进 此时帕克工业内蜘蛛侠彼得帕克正倒在地上挣扎 他终于意识到就是夏克拉发动了这场路侵和袭击 但是夏克拉愤怒地扭头大喊 是你们先动手呢 彼得表示太冤枉了 自己只是一只小蜘蛛 啥也没干了 夏克拉不想听蜘蛛侠说废话 直接又是一发能量打在蜘蛛侠身上 夏克拉逼迫范海星继续改造睡魔设备 但是范海星表示需要十分庞大的能量攻击 于是夏克拉决定利用魔杖内能量进行功能 而彼得则是倒在地上奸奸一息无法爬起来 就在这时候死士终于来到帕克工业的上空了 但是楼顶进不去 他只好选择从地面大门进入 结果怪物法师们挡在前面完全不肯让路 甚至还对死士的小手枪发出无情嘲笑 下一秒一把长刀突然刺穿一名怪物法师的身躯 冲出来战斗的人正是刀锋战士 他也刚好在这时候赶到帕克工业 此时不断怒砸刚才嘲讽自己的怪物法师 并调侃了一番刀锋战士电影演员 随着怪物法师死去 蜘蛛怪也逐渐消失 此时在帕克工业内 范海星完成了梦魔设备的强化 而蜘蛛侠也在这时候强撑着站了起来 他突然发射蛛丝 成功抢走夏克拉手中的法杖 愤怒的夏克拉瞬间面目猙獰露出真实面目 化身为本体形态的夏克拉射奸 蜘蛛侠按在墙上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突然响起死士的声音 彼得顿时松了口气 居然这么及时感到 而在窗户外 踩在巨鹰上的死士在和夏克拉打招呼 死士希望亲爱的夏克拉能够帮他开一下窗 谁知夏克拉瞬间从双掌发射魔法屏面攻击去 死士见机不对立即跳窗进来 死士安全落地并立即开始说着废话抄 随后死士询问夏克拉为什么要来这 但是夏克拉完全没有打算回答死士 于是死士掏出从刀锋战士那里借来的 现弹枪瞄准夏克拉 这时候蜘蛛侠彼得冲上去重重一拳 打在夏克拉的后脑身上 夏克拉挨了一拳之后蜕变回人形态 同时死士也认出了眼前的女孩 就是范海星家族的人 只不过她的名字叫做坎帕 彼得这也才意识到原来女孩 真的是范海星家族的人 夏克拉趁蜘蛛侠他们闲聊的时候 拿到了睡魔设备 他二话不说立即启动设备 准备让全纽约的人泄露沉睡 但是在设备启动了十几秒后 却什么也没发生 坎帕表示他把设备的影响范围降到了内部 他才不会傻到让夏克拉的计划真的执行 夏克拉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他赶紧召唤来四个怪物为自己战斗 虽然死士和蜘蛛侠也许能够解决这四个怪物 但是现在离开这里才是明智的作法 于是彼得直接当蛛丝带着坎帕离开帕克工业 而死士站在破裂的落地窗前 深情地呼喊着夏克拉的名字 在对视了眼前的妻子许久后 他说道 夏克拉 我爱你 说完后死士转身跳楼落在巨鹰的后背上 夏克拉看着逃离的死士也没有选择追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死士深爱着自己 但就算如此 夏克拉也没有打算就此收拾 他要让自己的魔法科学家继续研究这个睡魔社 此时彼得已经来到了夏克拉的家 而他的家居然到处都贴满了死士的海报 蜘蛛侠彼得帕克看了真的很无语 此时的坎帕正在房间里寻找自己的家族武器 死士近来发现满墙壁的死士海报也有些惊讶 他询问坎帕有没有能够追踪怪物的法器 坎帕低头拆出一根用来支撑桌子的木棍 表示这根木棍法器似乎就有追踪怪物的功能 蜘蛛侠很好奇死士这是要追踪什么人 死士表示他要追踪的是一个也许可以解决这场战斗的人 那便是吸血鬼之王德古拉 自从夏克拉带领的怪物们彻底占领纽约之后 怪物们的行为就越发的大胆和诡异 例如他们占领了电视台准备直播吃人类 还有怪物在指挥粉丝观众游客们拍照打卡 以及在溜冰场里面体验人类喜爱的溜冰活动 甚至在外面晒太阳喝咖啡聊天可服务员 但是也有一部分怪物还算讲规矩 只要人类滚原点他们就懒得理 在纽约的其他地方还在发生战争 人类军队正在不断和怪物们发生战斗 而且人类军队还打算请贼先请王抓到夏克拉席 夏克拉在离开帕克工业后 也的确被人类军队逼得很紧 但其实他只是在引诱更多的人类士兵聚集在一起吧 随着夏克拉再次使用法杖进行召唤 潜伏在附近的怪物们全都冲了出来哭向人类军队 军队在这一刻彻底落败沦为怪物的口令 而夏克拉则是骑着飞天猫猫享受着战斗的圣灵 其实死士的赏金兵团一直在暗处悄悄盯着夏克拉 并且把目前发生的事情报告给死士 死士一架帕克工业的飞机上 死士正在和多米诺通电话了解现在的情况 机长十分好奇蜘蛛侠于死士这是要去哪 死士探出身子表示他要去找德普拉 因为泛海星女海坦怕有一个祖传法器木棍能定位德普拉 另一边赏金兵团正在纽约街头找机会偷袭夏克拉 他们发现街头上现在到处都是怪物在盯梢 就在他们商量要不要一路杀过去的时候 杀手猴居然一蹦而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多米诺正好奇杀手猴这是想要干什么事 接下来这一幕让其余成员全都惊呆了 杀手猴直接大摇大摆从怪物面前走过去没发生任何事情 他们立即意识到杀手猴根本就不是人类 也就是说怪物不杀任何长得像怪物的生物 于是他们打算去隔壁的角色扮演服装店把自己打扮一份 一会后赏金兵团的成员完成打扮大摇大摆走在怪物群中 多米诺披着吸血鬼披风 机器侠亚伦延长手脚看起来像章鱼怪 但头只是往头上带了两个塑料的脚 墨西哥死士则是带着一个假狼头 新型人啥也没带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人 畅行无阻的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洛克菲勒中心大厦 夏克拉现在就占领着这里的最高层 在大厦内也有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怪物 但是他们因为造型诡异所以成功一路前进 接下来只要搭上电梯就成功了 就在这时候一头姆哥布林突然向他们打招呼 原来姆哥布林错认为杀手猴是他的朋友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决定将错就错 等电梯到来后他们立即和姆哥布林打招呼并离开 电梯内大家认为姆哥布林肯定是看上杀手猴 而姆哥布林思考了一会后发现不对 刚才那玩意好像是个猴子 当电梯来到第42楼的时候 弹头感应到敌人察觉到了他们 于是弹头立即把电梯按停在43楼 然后带着大家立即冲出电梯 果然下一秒一只巨大的怪物瞬间摧毁了电梯 现在他们只能乘坐另一部电梯继续到达楼的 新型人还在希望多米诺能利用能力把电梯变出来 多米诺表示自己的能力是幸运而不是言出法随 但话是这么说 第二部电梯还是立即到达了43层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台电梯里肯定有危险 果然随着电梯门打开 里面居然装满了各种怪物 正是察觉到不对劲的姆哥布林带来的 下一秒赏金兵团和这些怪物们打了起来 他们大喊不是怪物的东西全都要死 说到这多米诺就不明白了 怎么杀手猴就不能算是怪物呢 还有被魔法诅咒后不死的星星怎么也不算怪物呢 就在说话的时候多米诺突然被扯倒 抓走他的正是钻进电梯井内的亚伦 随后亚伦利用自己那可以延长的四肢抓住队友 在这电梯井中带着他们不断往上爬 但是当他们到达大厦顶层的时候 上面居然有恶心的重乱 这时墨西哥死士提议不如走通风管道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队友们的同意 紧接着他们通过通风管道成功来到大厦顶层的实验室 他们发现夏克拉正在强迫莫比亚斯改造睡魔设备 夏克拉需要睡魔设备能够让全纽约的人陷入沉睡 但是现在他需要用法杖召唤自己的子民们 只见夏克拉再次利用法杖把自己投影到城市上空 大声召唤着所有怪物们听从他的指挥去战斗 此时就躲在门外偷听的星星人面容紧绷十分痛苦 最终他再也抵抗不住撞破大门冲出去 原来他再也抵抗不住夏克拉的魔法召唤 他本能地屈服于夏克拉的召唤 这一刻夏克拉也才发现自己原来差点被人偷袭 亚伦很无语 被不死魔法诅咒的星星的确算怪物 夏克拉见此情况索性当场操控星星人 让他立即去杀了赏金兵团所有成员 此时帕克工业的飞机经历了几个小时的飞行 他们一直在根据坎帕的祖传棍子寻找德古拉的下路 所以飞机一直在空中到处兜圈子 终于坎帕的祖传棍子找到了德古拉的准确位置 迫不及待的死士立即扭开飞机的大门 然后晕头转向的死士直接被空气吸走开始自由落体 彼得赶紧抓住差点也掉下去的坎帕 但是为了追上死士他也只能带着坎帕落下去 随后他喷射出蛛丝之城一张巨大的网当作降落散 他不管死士反正死不了 此时的死士脱了自己的制服当作降落散成功落地 只是可怜的冰淇淋车老板被吓坏了 等蜘蛛侠带着坎帕落地的时候 死士已经偷了一堆冰淇淋不要脸的吃了起来 随后蜘蛛侠射蛛丝裹住死士的脑 牵着凡人的他和坎帕继续寻找德古拉 而他们发现这个国家居然是拉托维亚 注意 不是杜姆的拉托维利亚 很快坦怕发现德古拉就躲在一户人家里 于是死士十分大胆地去敲响这户人家的门 小蜘蛛觉得死士疯了 那可是德古拉 直接敲门就不怕德古拉出来把他们吃了吗 但开门的人却只是一位老妇人 死士十分友好的询问老妇人是不是德古拉 老妇人听到德古拉这个名字顿时脑筋一种 他邀请死士等人进屋里坐 表示德古拉是自己的主人 让我们的视角回到夏克拉与星星人这边 在夏克拉的操控下 星星人被迫去攻击赏金兵团成员 亚伦和多米诺不及星星人是自己对的 所以根本不愿意对星星人开枪 只见星星人直接抓着亚伦丢出去砸穿地板 随后星星人抓住多米诺和墨西哥死士 他一路横冲直撞来到楼顶把他们高高举起 大喊着他这么多年来终于认清了自己是怪物的事实 而怪物都是会杀害人类的 多米诺大喊他们都是星星人的朋友 很可惜星星人觉得怪物没有朋友 随后星星人把多米诺和墨西哥死士从楼顶丢了下去 杀手猴见状赶紧抓着实验室里的电线冲出来 千军一发之际把电线抛向多米诺和墨西哥死士 这才让他们有惊无险地抓住电线没有摔死 杀手猴没有停下立即攀爬墙壁冲上去 杀手猴用自己的猴子语言开始和星星人聊天谈人生 表示星星人根本就不用把自己当成怪物看 只见杀手猴条里清晰字字在里地用猴子语言分析星星人的情况 大概意思就是吱吱吱吱吱吱吱 星星人一听 立即豁然开了 此时的多米诺抓住的电线即将要被玻璃割断 就在这时候星星人的大手成功抓住了多米诺 原来他从心理层面上看看 他决定只要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怪物 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他的种族 于是星星人赶紧带上刚才被自己打了一顿的队 他们要回去阻止夏克拉启动睡魔设备 而蛋头很好奇死士和蜘蛛侠到底能不能找到德古拉 另一边死士和蜘蛛侠进入到老夫人的房子里 死士一进来就决定独自在房子里寻找德古拉 于是他拿上木棍在房间内搜索 他一边走一边回想自己的妻子夏克拉 然后有些难过地坐在马桶上思考着整件事 死士深爱着夏克拉 但夏克拉似乎没那么爱死士 就在这时他发现旁边有个很酷炫的拉手 不出所料死士拉了一下 随后死士瞬间掉入一个隧道当中 一会后觉得死士离开太久的蜘蛛侠找了过来 然后他看见死士拿走的那根木棍 蜘蛛侠拿起木棍仔细端向了一番 然后他察觉蜘蛛感应居然对旁边的华丽提手有反应 于是他十分小心地贴在墙上 随着提手拉动 马桶居然瞬间向下翻倒 而且地板上还出现一个通道 蜘蛛侠立即顺着这个通道往里面摸进去 随后蜘蛛侠就惊呆了 因为他和死士发现德古拉就待在这个秘密房间里 但他十分堕落地待在房间里喝着肥宅快乐鞋 并且玩着一款漫威旗下的MMORPG 此时的德古拉俨然是一只标准游戏宅男 此时很好奇地询问德古拉为什么会躲在这里 德古拉表示自从自己上次失败之后他就颓废了 躲在这里奴役老夫人为自己偶尔提供路人作为食物 然后沉浸在电子游戏里麻痹自己 这样的生活比占领世界爽多了 就在这时候坎帕也被丢进管道内来到密室 德古拉一瞬间就闻出坎帕肯定是泛海星家族的人 坎帕不愧是和德古拉有仇 一见面直接开骂 完全不管在自己眼前的是吸血鬼之王德古拉 被惹怒的德古拉瞬间冲出去要掐死坎帕 此时立即拿出木桩威胁德古拉放手 蜘蛛侠赶紧站出去让大家冷静一下 为何不用更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例如说坎帕也是这款游戏的玩家 不如德古拉和坎帕对战一场比出胜负 德古拉输了就陪此时一起阻止夏克拉 德古拉询问如果自己赢了呢 此时说话不过脑子直接回答 你赢了就可以吃了坎帕 蜘蛛侠傻眼了 而德古拉立即答应了下来 坎帕却反而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他可是每周矿工两天在家里打游戏 所以他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输的 于是德古拉和坎帕在比赛前开始垃圾化缓解 双方互喷一波后进入选人阶段 德古拉当然毫无疑问选择游戏中的德古拉角色 这可是十分强大的隐藏角色 而坎帕则是可以选择他最爱的强化版死士 因为他一开始最爱的英雄就是死士 但是最近他发现其实自己最爱的是蜘蛛侠 因此他选定了没有任何加成的初始蜘蛛侠 德古拉笑了 晚级德古拉打蜘蛛侠还不轻松拿捏吗 好的观众朋友们 一局定胜负 比赛准备开始 双方开始试探出招 对局开始都比较谨慎 但是坎帕还是落入德古拉的陷阱 被打了一个连招combo 就在血量即将见底的时候 坎帕突然精准闪避 随着好邻居蜘蛛侠的大招动画加载后开始反击 最终坎帕在撕血状态成功反杀德古拉拿下比赛的胜利 德古拉败了 征服世界失败 打游戏也失败 所以他决定信手承诺陪死士去阻止夏克拉 紧接着德古拉换上自己的装备解除老妇人的奴隶身份 带着死士和蜘蛛侠还有坎帕踏上回纽约的路 另一边莫比亚斯终于成功改造好睡魔设备 就在夏克拉准备启动设备让全纽约人陷入沉睡时 亚伦的机械臂瞬间出现并一拳打飞夏克拉 只见赏金兵团成员从地板的破洞冲了出来 夏克拉不明白星星人为何不听从自己的控制 只见星星人抓住夏克拉的脸大喊自己不是怪物 此时其余人正在逼迫莫比亚斯交出睡魔设备 莫比亚斯见状立即朝着夏克拉女王丢了出去 他大喊睡魔设备必须用法杖来发动 话没说完他就伸中竖枪倒下了 但是星星人伸长手提前一步抓住了睡魔设备 就在所有人认为夏克拉已经输了的时候 夏克拉居然笑着发动自己的法杖 星星人看着手中被隔空启动的睡魔设备感到不理解 下一秒赏金兵团所有成员都因为睡魔设备的影响 全都瞬间进入梦乡倒下无法再战斗 夏克拉大喊 我可从未说过睡魔不能远程启动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全纽约所有人都受到了睡魔的能力影响 包括钢铁侠和精气队长等人在内的英雄也全都躺下 本质上属于怪物的生物 对他们来说满大街到处乱躺的人类简直就是自助餐 此时在洛克菲勒大厦上 亚伦确定周围所有人都走了后才敢醒来 他刚才都是在装睡 机器人才不需要睡觉 只见亚伦立即抬起手变成两个铃铛叫大家起床 却发现队友们全都睡得很沉根本醒不来 另一边一架直升机正在飞向纽约 乘坐直升机的人正是死是蜘蛛侠还有坎帕 坎帕在直升机进入纽约之前给蜘蛛侠发放了特制耳机 只要戴上这个耳机就可以免疫睡魔设备的影响 就在这时候一只空中怪兽突然出现袭击直升机 直升机失去平衡 只能紧急硬着陆 随着一声巨响 直升机撞击在地面上 幸运的是死士和蜘蛛侠还有坎帕都没有摔死 不幸的是他们此时已经被怪物大军们包围了 没有别的选择 蜘蛛侠和死士立即冲出去战斗 坎帕则是乖乖待在直升机上别下来就好 但是这场战斗的怪物远比想象中还要难缠 甚至此时开始断胳膊断腿有些要打不过 另一边机器侠正在带着队友们逃离这座大厦 再听到有怪物的声音是他毫不犹豫立即倒下 等怪物路过时就会发现只是人类在睡觉而已 此时在纽约市中心的位置 螳螂怪和活死人正在玩滑板 但是太阳此时即将要彻底落下去 而天黑的时候藏起来的吸血鬼们就会冲出来 然后吸血鬼们十分霸道地赶走这些怪物 占领整个滑板场地独自享受 在另一边睡魔设备正在不断运转着 夏克拉居然只派了两个骷髅兵作为看守 突然两个骷髅兵被人砸碎脑袋死去 赶过来的人正是拖家带倒的亚 现在正是他摧毁睡魔设备的好机会 结果就在这时候他发现有三只吸血鬼在冲向自己 此时的蜘蛛侠和死士已经从傍晚战斗到太阳下山 但是怪物源源不断根本无法彻底突出重围 就在这时候又三只吸血鬼大声嘲笑着冲向他们 看到吸血鬼的出现 蜘蛛侠义行人反而有些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终于等到了好时机 只见死士举起拳头怒砸直升机大喊 孩子他爹赶紧出来管管顽皮的孩子 下一秒霸气十足的德古拉撞破直升机冲了出来 他的身体缠绕着血色的烟雾并恶狠地说道 吸血鬼们你们的王鬼来了 看见吸血鬼之王德古拉的吸血鬼们顿时吓坏 德古拉利用自己对于吸血鬼的绝对控制权 要求一切吸血鬼们不再听从夏克拉的控制 而是把夏克拉和他的怪物们都当成敌 现在吸血鬼们都将为德古拉而战 得到这个命令的吸血鬼们反而很高兴 因为他们早就看那些七星怪状的怪物们不爽很久了 此时的亚伦还在拼尽全力对付袭击自己的吸血鬼 结果吸血鬼们感应到了德古拉在召唤自己 于是吸血鬼们直接不管亚伦朝着德古拉跑去 亚伦有点猛 不知道该不该和德古拉道歉 战场的局面在这一刻彻底迎来了逆种 德古拉带领着大量吸血鬼们不断攻击怪物们 蜘蛛侠和德古拉甚至在一边战斗一边聊天 没有战斗力的砍帕则是躲在一旁不敢乱动 此时夏克拉正在泡走 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 却立即听到夏蜀报告了德古拉袭来的消息 夏克拉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愤怒 他大喊着 来人 为我浴池烧水 我要来个温水斩德古拉 随后变成本体怪物形态冲出去战斗 一会后德古拉听见自己背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没错出现在他身后的人正是怪物女王夏克拉 他们俩也算是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孽缘 也是在这时候亚伦一拳彻底打爆睡魔设备 现在睡魔设备坏了 全纽约睡着的人都将醒来 他们发现周围居然全是吸血鬼和怪物在呼吾 蜘蛛侠也就起那些无辜路人并打算安排他们去避难 此时的德古拉向夏克拉提出了停战协议 夏克拉变回人形态质问德古拉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只见德古拉突然间单膝跪下向夏克拉求婚 原来德古拉仍旧渴望夏克拉成为自己的女王 当怪物女王和吸血鬼之王联姻在一起 人类一定会被他们的统治狠狠踩在脚下 此时看见这一幕顿时傻眼了 而蜘蛛侠安慰此事 夏克拉肯定会拒绝德古拉的 却不料夏克拉十分满意地回答 我答应了 你的提议听起来棒呆了 蜘蛛侠无奈捂着额头 这都是什么破事啊 亚伦反而很得意地笑了 看来自己还误打误撞成全了人家一桩好事 眨眼间夏克拉和德古拉就已经在举行婚礼 别问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 没人知道 在婚礼主持人的问答中 他们互相承诺愿意嫁给对方 随后主持人询问在场是否有人不认可这场婚礼 此时的死事已经被钉在墙上还捂住了嘴 就算不想承认也无法开口 蜘蛛侠更是被绑起成了身后大蜘蛛的储备梁 在无人提出异议后 主持人大喊里称 吸血鬼之王和怪物女王正式结为夫妻 随后主持人摘下眼睛露出真容 原来主持人居然是地狱领主莫菲斯托 他还真的是什么热闹都爱凑 随后新郎官亲吻夏克拉这个新娘 婚礼的一切仪式也就完成了 德古拉和夏克拉承诺一定会创造怪物们的和平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阻止吸血鬼和怪物们的战斗 而他的绿帽前夫死侍和蜘蛛侠就留给大蜘蛛吃掉吧 此时此刻 吸血鬼们已经杀到了地下世界 怪物们不敌吸血鬼的入侵正在节节败退 这时候怪物小队们站出来加入战斗 怪物们不断和吸血鬼们互相残杀 但他们其实意识到这场战争毫无意义 唯有真正的和平才是正确 他们的王发动这些战争是那么的愚蠢 就在这时候怪物们和吸血鬼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他们发现一个人类的鬼魂居然漂浮在空中不断说着话 人类鬼魂表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而怪物和吸血鬼们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 他们应该为了自由而战 而不是为了女王牺牲 怪物和吸血鬼们听到这番话有些思考不过来 人类鬼魂表示每个人生来就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就算是怪物和吸血鬼等非人类也一样如此 所以为何怪物和吸血鬼们为何不联手对抗霸权 因为怪物和吸血鬼们都是无辜的战争牺牲品 唯有联手抗争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 这一番话彻底说动了在场所有的吸血鬼和怪物 他们正必高呼为了自由为了属于自己的权利 而这个鬼魂正是印在100元美金上的董兰克林 此时的蜘蛛侠用力挣脱蜘蛛怪的蛛丝缠绕 然后他撤走死士后背上的贪难杠道 因为光凭自己的蛛丝无法打败眼前的蜘蛛怪 所以他利用锋利的刀刃直接劈开蜘蛛怪的脑袋将他击杀 随后蜘蛛侠发射蛛丝救下被钉在墙上的死士 再度获得自由的死士骂骂咧咧的进入自愈状态 随后他表示自己需要进入地下王国找到夏克拉 德古拉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戴上绿帽 他定然是不会放过德古拉的 此时的德古拉带着妻子夏克拉来到地下王国 并且大声宣布自己和夏克拉已经结婚了 所以吸血鬼和怪物终于不用再战斗了 而是可以连起手来统治这个世界 紧接着德古拉十分霸气地看着眼前的所有怪物和吸血鬼 要求他们向自己跪下扶手称臣 却不料怪物们表示他们再也不会跪下了 因为他们现在向往自由 宁愿在自由中死去也不远被德古拉统治 就在这时候蜘蛛侠突然冲出来一拳打中德古拉的后果 夏克拉发现自己居然被怪物和吸血鬼们背叛了 明明自己应该可以统治他们才对的 这时候死士出现抓住夏克拉的手臂 他表示自己需要和夏克拉好好谈谈 夏克拉不能就这样嫁给德古拉这个仇人 夏克拉瞬间按住死士把他撞入一间房子内 并大喊 德古拉承诺会保护我的子弟 此时赏金兵团成员再度站出来准备加入战斗 但他们打算等怪物和德古拉互相残杀完后再进场 此时的德古拉正在被吸血鬼和怪物围攻 德古拉掐住蜘蛛侠的领口和他互相对骂 气不过的德古拉居然直接一脚把蜘蛛侠踹飞出去 摔落在地上的蜘蛛侠头晕目血 而他刚好落在死士和夏克拉战斗的房间里 但是他却发现夏克拉和死士居然正在行苟且之势 被发现的死士感到十分尴尬 为了缓解尴尬而询问蜘蛛侠外面战斗情况如何 蜘蛛侠傻眼了呀 死士难道就没有一点自尊心的吗 夏克拉可是嫁给了德古拉给死士戴了大绿帽的 但死士其实并不是很在乎这件事 夏克拉甚至邀请蜘蛛侠要不要一起加入来玩玩 小蜘蛛赶紧假装没听见然后跑掉了 紧接着夏克拉和死士打完一场酣畅淋漓的游戏 但夏克拉有一个问题需要死士认真回答 那便是死士为何要背负上人类的责任而活着 死士明明可以活得比所有人都久 但死士表示人类并非全都是垃圾 死士当然明白杀人比和人类相处更加简单 他没有突然爱上人类 夏克拉一直生活下去直到在生活中寻找到一个答案 得到这个回答的夏克拉搂住死士的脑袋 并且对他说了一句意义不明的谢谢 随后夏克拉用力亲吻在死士的嘴上 这一吻包含了夏克拉这些年来所有的爱 随后死士被这一吻毒死 夏克拉转身离去并留下一句 再见 韦德 此时的德古拉大战一场后感到十分愤怒 大不了就把在场侮逆他的人全都杀了 就在这时候夏克拉走出来并大喊 够了 夏克拉询问德古拉 就算他能杀死所有人 但是德古拉真的就那么愿意这样做吗 夏克拉说道 我知道你肯定很难相信这件事 但其实自从上次之后 我发生了改变 德古拉询问夏克拉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统治自己 夏克拉回答德古拉 我爱着我的子民们 如果他们不需要我 那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医院强加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会选择放他们自由 德古拉觉得夏克拉的这个说法简直太愚蠢了 但是他也不在乎 反正自己也当了那么久的死宅 所以他不在乎自己和夏克拉的统治地位 他要放弃一切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并邀请夏克拉和自己一起前去 说完之后 德古拉和夏克拉化作烟雾离开了这 这一刻战斗算是彻底结束了 怪物和吸血鬼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与胜利 这时候复活的死室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 蜘蛛侠很无语地说道 简单来说 恭喜你恢复单身 之后怪物和吸血鬼们该怎么生活 就是他们自己的烦恼了 蜘蛛侠很贴心地报警死室希望能安慰他 希望死室不要太难过 因为还有更大的烦恼等着他 就在这时候帕克公业的律师靠近死室 表示死室是夏克拉女王的合法丈夫 所以法院发来的传票死室得接着 因为死室的妻子夏克拉在帕克公业大闹了一顿 因此死室必须得为这件事造成的损失买单 同时纽约市政厅也发来传票 希望死室能够为夏克拉女王造成的破坏赔款 这时候一头怪物靠近死室 原来夏克拉留了一封信给死室 死室以为是夏克拉还在乎他 结果打开信件后发现夏克拉其实并不在乎 夏克拉写信是为了告诉死室 他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他爱着自己的子民和死室 所以才会选择放手 让他们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他则是要去体验21世纪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他虽然和德古拉相处还挺快的 但是他希望死室记得不要关手机 毕竟指不定哪一天他还会联系死室来场约会 但是在那之前 他希望死室多保重自己 死室看完信件后完全没有丝毫难过的把信丢掉 这段爱情没有以谁的死亡来作为结束 对于他来说已经算是很好的结局 那么以上就是死室和夏克拉以及德古拉的那天故事 这种事情发生在死室身上似乎总是那么合理 喜欢本期视频请一定要点赞评论打赏和关注这个账号 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发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中一起讨论 你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都是我前进的动物 在评论区写下菜品就有可能出现在下期视频的爆菜名领 那么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